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达书雲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深渊联赛第五赛季的比赛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比赛呢是败者佐DC对战Facebook的BOE的一个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获胜的一方呢将会晋级到败者佐的下一轮 失败的一方就回家了 失败的一方就回家了 那么在上一场比赛这个DC对战Secret的这时候 我的一个一波all in也是导致我差点也就上天台了 所以我们来这里来他就是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DC是拿出了VS加小黑的一个体系 也是好多天没有人用了 看来DC这场比赛也是拼了 放大招 因为这个VS加小黑的这种双光环剪甲加这个 剪甲加攻光环的这种组合 他牵手绊掉了对方的这个屠夫应该也是吸取了1G的经验 因为这个Black他的屠夫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发挥的非常出色 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的DOTA2的版本 随着就是大家在比赛当中所开发出来的英雄越多 应该说现在的DOTA2我觉得个人觉得是越来越好玩了 就是更多的英雄是能够登上这个比赛的舞台 就很可能一届比赛大型比赛下来所有的英雄可能都登过场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相比比较来说也可以见得就是这个游戏就DOTA2这个游戏 它在平衡性上面 而且对于游戏的寿命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游戏其实最怕的就是大家都用同一个英雄 就同一套英雄就这么几个英雄才会用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DOTA2的这个版本的随着版本的更新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种现象 其实就跟最早的时候的星际 最早的星际包括后来这个暴雪出的魔龙争霸一样 就是大家用哪个 就是大家用任何一个种族的都有 用种族的任何一个种族都有 来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那么在拿到威亚兹和小黑以后 菲萨勒选择在三四手扳掉的是卡尔和大鱼 还是把大鱼给扳掉了 防止对方走这种纯减甲路线 但是这场比赛其实现在这个版本 严格意义上说虚空的英雄还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DC选择是扳掉的一个黑钱和火猫 在露出了自己的英雄以后 选择扳掉黑钱和火猫这两个 一个是打小黑体系很好用的英雄 一个是强切入的点 那么菲萨勒选择是再给 第三手给金闪闪拿出了一个 给金闪闪兄拿出了一个马格纳斯 那么这样的话这场比赛 DC的中单位比较有可能出现的 就是像这场比赛 就是中单位只是可以拿老虎这样的英雄的 就有可能会出现像老虎啊 卡尔这场比赛应该是不会 肯定是被扳掉被拿不出来了 老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风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场比赛DC的中单有可能会去拿 风行或者老虎二选七 拿蓝猫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风行的可能性比较高 然后在另外一个辅助位的位置上面呢 Misory应该是会去拿了一个蚂蚁 我刚刚要说拿蚂蚁这件事 就是在神域和蚂蚁之间应该是二选一 但是现在一般来说蚂蚁在配合小黑体系的优先级 应该是高于这个神域的 神域的优点是成性更早 就是他只要到六级就可以了 蚂蚁是必须要做的A账 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说 蚂蚁这个效果要更好一点点 回答这直播将观众问题 米波打猛马不好打 米波打猛马很难打 不是不好打的问题是很难打 那么这个比赛 从现在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进程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了 因为现在双方这个阵容拿的都比较有意思 开始直播DCVS 这色子肯定是拿出了PA去打这个小黑体系 又是这个PA打小黑 PA打小黑体系这个也是经常见 也是在小黑体系最火的那段时间 有很多队友就拿出PA来针对他 小黑体系去打PA的话并不是很害怕 但是要看旁边配的是谁 像这样比赛这个PA就厉害了 因为这样比赛这个PA出完面以后 他有队友给他加攻 他这个加攻就比较厉害了 所以这个第四小看看Decision怎么去选择 他需要选择一个对于PA 还是有一些压制力的英雄 他不可能光靠着这个蚂蚁的一杖 光靠着蚂蚁的一杖 还有可能在前期被对方这个PA给打崩 这是有种可能的 DC在第四手的英雄上面想了很久 中单的位置现在是他们比较需要去解决的位置 其实蜂蚁去打PA很好打 蜂蚁在前期超高的这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射程 非常好的弹道 这个非常强的一个点人能力 以及在补刀的时候的顺带耗险能力 还有他超长时间的这个捆 不管就是蜂蚁打PA 不管是主生捆还是主生这个穿运剑都非常好用 比伤害足够高 DC这里选择蓝布森打了一个女王 女王配小黑体系的话 应该是要考虑可以走一个 可以走物理流 可以走物理流 因为物理流的女王现在天赋加成的 其实现在物理流的女王享受天赋加成享受的非常的多 他几乎每一层天赋都有这个物理的加成 就是物理方面加成的一个选择 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最后一手DC的 最后一手费色勒斯的搬人 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 这手搬人搬不到什么有用的 小黑的体系已经形成了 我最后一手随便补酱油 我现在救人有VS救人 有这个蚂蚁救人 然后三号位的位置上我现在随便选 DC选择在三号位置上搬掉了一个帕克 防止对方打这种五远程的一个体系 帕克比较克制土猫拉比克和马格纳斯这种英雄 帕克打PA不太好打 帕克如果打PA的话 必须是跳刀大根的这种 帕克打PA比较好打 他的魔法爆发让这个PA 就是强迫PA必须尽早的做PKB 而且团战的时候一定要秒掉这个帕克才行 帕克这个英雄的优势 就是他所有的技能CD都很短 就是一场团战我可以七进七出 这个是帕克的一个离身之本 DC最后一的时候搬人目前斐斯勒斯这边差的是一个大哥位 选择是搬掉了一个小鱼 但其实这场比赛斐斯勒斯是给拿火枪的 讲道理的时候如果敢打的话 这场比赛斐斯勒斯给拿火枪 DC在最后一的时候位置上去拿出了一个 应该说配小黑体系还可以的一个英雄 而且是一个无视磨免的控制 蝙蝠是这样的一个点 他选择的是用一个单体的无视磨免控 来解决对方PA的这个贴身的一个切入 有一些想法在里面应该说 但是具体效果怎么样的话咱们要看实战 斐斯勒斯现在他的最后一手拿人 在大哥位的选择上可以考虑拿火枪 就是让火枪去打中单 然后PA去打一个猎术钢3 就是PA去配合这个土猫和拉比克 在前期猎术钢3的能力上面 是比小黑VS加上这个蚂蚁要强的 其实 贴斯勒斯最后一手居然是拿出了一个猴子 拿出了一个猴子 有想法 有想法 猴子这个英雄很强 这个英雄很强 大家相信我 他现在这个版本尤其是A帐的猴 A帐猴这个版本特别厉害 我觉得 我之前给大家出过的那个 就是A帐灵工心的猴子 然后还有就是跟另外就跟大鱼的那个剪辑 一号为大鱼的那个剪辑里面 我觉得大家如果看那期视频的话应该是应该是能能体体会到这个A帐猴子 这个英雄的一个威力 猴子算是我最喜欢用的英雄之一 那我们这张比赛来进入到比赛当中来 这张比赛我们偷个懒吧 这张比赛我也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累 稍微有点累 咱们这张比赛偷个懒 咱们找一个 这个好像是自由机的 自由机的这个视角的话 我们就不用了 因为他毕竟也是这个 咱们这个国内的啊 这个我怕到时候撞车 我们找一个其他的一个OB啊 找一个其他的OB的视角 为什么感觉好像游戏帧数有点低似的 一号家伙为什么切平切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这张比赛我们一块偷个懒啊 一块的偷一个懒 双方这张比赛的这个阵容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个人更看好的是 菲斯勒斯的阵容 因为这个 他在最后一手拿出猴子之前 这个阵容应该说还是DC占据了一些优势 呃 但如果说这张比赛啊 如果说这张比赛去拿出 如果这张比赛这个猴子是走一个A帐的路线的话 GBC这个猴子走一个A帐路线的话 这个就真的恶心了 A帐的猴子在这个团战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比传统的猴子要大得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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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他的这个一个长毛出去别的不说 做出来的一个幻象 尤其是在你有一个 呃就是提前出好一个伞尸以后 你做一个A帐出来 他这个一个T上去以后 伤害除了T本身的造成的伤害以外 他的每一个幻象砍你一下 你掉蓝以后砍的这个血量其实并不算很低 呃 他制造出去的这个幻象承受的伤害是400% 继承的攻击力是20% 你扎一看很低 呃 但问题是他的这个T技能的CD很短 就7秒钟 然后他的天赋当中 猴子的这个天赋 二层天赋 有一个15%的CD减少 所以说他这个T技能在团战的过程当中 是很可怕的一个技能 就是在有A帐以后 我们来看看这样比赛 刚一开始这个女王是推出游戏 这边看来是出现了一些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 这个FaceLoss这个阵容更有意思一些 终端的一个猴子 终端的JBC的一个猴子 然后果然是打了一个一号位的PA 他打猴子跟拿这个火枪去打巧克力体系 相比之下的话呢 就是他的侵略性 他的主动进攻性更强一些 火枪的则是 呃 防守方面会更强势一些 这里蚂蚁被撞过来 看一下Misrae这波被耗得很惨 金闪闪由于一级升的是一个冲撞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追不上对方 而且没有拨 这里Misrae开一个缩地撞一下 这里猴子直接选择用一个神经百变 去破掉这个W33这个毒标 但是这个这么破毒标的话 呃费兰虽然说是很少 但是CD太长了 这个技能的CD还确实有点长 五个远程去打这个体系的话 要看他这个阵型的保护 其实你真的打五远程的话也可以 但是这个三号位的位置上 呃选择蝙蝠不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他的就是五远程的话 你在最后的这个劣势路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去选择一个其他的稍微 呃稍微硬上 稍微硬一点的这个这个远程英雄 但是这样比赛DC应该是考虑到木恩的英雄池 还有他在下路有可能会遇到对方的这种 不断的这种酱油的帮助我配合 PA的一个击杀 或者猴子的一个击杀 所以考虑选择是拿到了这种 清除 目前补刀方面猴子是一个2-2的一个正反鞍 JBZ的猴子目前是3-2 已经是3-2了 而女王现在则是有9-6的一个正反鞍 感觉这个 这个OB好像大家看的不是特别适应是吧 还是我给大家切吧 想偷个哪儿还不成 金闪闪这个地方是吃了一个加速以后 金闪闪的在这个地方不停的在晃 下路目前从补刀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木恩还是被对方刚开始的双酱油挂得有点惨 但是他现在这个等级跟PA可以保持相同的等级 这样的话对于蝙蝠来说就已经混的可以了 现在猴子的这个D 因为是可以去解到很多debuff 所以这个W33中路用毒标就耗血的这件事情 不是很好 他还是选择强行升了一个二级的一个毒标 这样的JBZ这场比赛 JBZ其实这场比赛可以考虑去提早升一级这个神经百变 这样的可以缩短五秒的一个CD 就是这个技能两个人如果都是把这个技能升满的话 猴子永远都这个CD都是赶不上对方的 但如果你只永远只保持一个一级的神经百变的话 就是总会有一个毒标是永远都会吃满伤害的 JBZ有一个冲锋 诶这个冲锋冲了一下没有冲出去 冲了一下他马上更换了一个目标 没有让这个冲锋冲出去 下路black的这个PA目前来看的话 要再等着 大魔伴是比较早的做出来 下辆装备应该还是要先把自己的香味做出来 PA去打蝙蝠的话 就是蝙蝠有一个不太好打的地方在哪呢 只要对方这个冰线在附近 这个蝙蝠很难去杀掉这个PA 因为追不上 很难去追上这个PA 他的缺点就是PA打蝙蝠的缺点是他血太少 这冲锋率比较低 就一旦有一波失误 你就自己有可能就要死 再看一下这波应该是要杀 又TC过来给上一套技能 减速 土猫滚过来给上减速 木耳往树林里面走 吃一发魔伴 还在回头蝶油炸一下 这个木耳这波蝙蝠打得很凶 还在逃 由于地址在树林里面在绕 所以这边的一个视野 这边black还是藏在树林里面 找到机会给了一个技能 但是 Miserate的蚂蚁过来 要给完成一波收割吧 已经是一波双杀 这波已经赚了 蚂蚁这种过来拿到一个双杀 而且是两个人都是单杀的经验 这个是很赚的 W33在中部 现在开始慢慢的有点不太好打了 猴子这个英雄在前期 就是他在拿到五级 三级的这个长矛以后 拿到瓶子 三级的长矛 他这个耗血能力是很多英雄耗不过的 就中单很多法型英雄耗不过的 这个比较恶心 木岩的这个蝙蝠是很多人就是 木岩的蝙蝠可以说是一个狗 很多人都在吐槽 这条石头不错 举起来 秒 漂亮 佩斯拉斯这边在游走的一个成功率上面还是非常的高 这个土猫加上 拉比克这两个这个双降游的一个组合 游走成功率确实有保障 蚂蚁这个英雄在前期现在作为一个纯酱油味来打的话 他是有输出能力的 但是他的输出不是爆发性的输出 这个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他还是需要用更多的平A去打出伤害了 蚂蚁算是一个前期平A伤害比较高的英雄 就是他的一个连击打出来 基本上可以顶掉一个 一般的英雄在5级之前的伤害都比不了蚂蚁的一个连击的输出效果 尤其是在他身上就挂上这个枯萎之石以后 所以蚂蚁这个英雄你看似他没有什么技能伤害 但是其实在一次击杀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伤害还是能打出来一些的 给蝗虫 给蝗虫可以杀 这波给蝗虫可以杀 再A一下 还能再撞一下 再A一下 等连击嘛 连击应该C的已经赚好了 果然是完成了一波击杀 你看他这个输出就是乍一看 你觉得不高 这边很可惜 莫恩差一点到6 差一丁点到6 刚才如果是到6的话 直接点出一个大招拉住就亮了 这里W3用一个超短程的一个bling 躲开了猴子的一个T 猴子的第一件装备果然还是选择去出这个假腿 还是要走这个假腿 没有选择去出黑斜猴 看一下这块土猫滚出来 没滚到人 有点可惜 他其实应该第一时间直接给上一个踢石头 踢上一脚石头 踢中了以后 然后再滚过去 这样的话效率 效果就应该是最高的 击杀掉对方这个resolution的小黑 击杀两波 这个就比较赚了 现在7分钟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小黑目前在上路呢 一直在我队友去保的话 实现了一个补刀的无解肥 中路这里 蚂蚁过来去骚扰一波 猴子直接开幻象 一个T 女王这大招空了 女王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大空了 女王大空了以后果然是暂停了一波游戏 马上是暂停了一波游戏 看来W33的这个电脑 不知道是网络有问题 还是他的这个游戏有些问题 小比赛打到目前来看的话 双方的这个经济方面DC是稍微有一点点领先 但是这个领先的优势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 太小了 嗯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觉得 就这个比赛啊 现在的就这种比赛 很多人去诟病这种比赛的一个赛程安排 其实如果大家看比赛看的多的话 应该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赛程安排 因为呃 毕竟他们不像这个TI这种或者就是春春夏秋冬四大赛 当时现在东西 就是三个特警赛 他不像这个三个特警赛这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本身这个比赛就是我不管什么时候去播都会有足够高的一个关注度 他们本身这个关注度就不算很高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去利用周末人们的闲暇时间 才去进行这个比赛 你说这个比赛有很多人就诟病这个败者组的BO1 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比赛安排成BO3的话 他这三天是打不完的 你仔细想一下他这个比赛是打不完的 他这个队伍一共上下 呃也不是上下班区吧 他就是两个半区 两个半区一共是八支队伍 我这八支队伍如果说所有的这个败者组全都打BO3的话 他一天的比赛要打很多场 就像昨天的这个他每天是四轮比赛 就是第一轮第一组啊就第一轮四支队伍进行两个BO3 然后一个败者组一个胜者组 如果是一天打四个BO3的话 这就很有可能会打出十到十二场比赛来 四个BO3打出十到十二场比赛来 你这个时间是安排不出来的 你不可能让这个拳手等那么长时间去打这个比赛 你万一有一场比赛打了矿是持久 而且他们按照这些比赛 每个队伍在结束比赛以后换下一支队伍中间 大概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相同的一个队伍比赛的话 可能这个休息时间还要再多给留出来一些 你要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的话就没法打了 就是一天这个比赛可能要耗时十五六甚至十六七个小时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些主办方也是没办法 你知道明显你能感觉出来就这个比赛 深渊联赛他在此前的这个预选赛 他在地区预选赛等等这些方面 其实他打的时间是很长的 但是他的正赛一共就三天 正赛一共就三天 所以他只能是依靠这个周末的时间来把这个尽可能的去 让更多的人来有时间去看这个比赛 来博取关注度 总共奖金也不高十几万美金的一个奖金 然后还有很多队伍去分 这里暂停了以后很长时间 这个女王不知道这个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这里也稍微等一等 咱直播间里边观众 嗯你要知道当初打打暗夜精灵出名的那个沐文 他现在年龄 他现在的年龄我估摸着啊 我估摸着应该是三十大几了应该已经 因为他在成名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他在成名我还是个孩子 那个时候他的岁数就已经不算太小了 因为过去就是中国啊 职业电竞现在是经常会有这个 现在是经常会有这种所谓的天才少年去出现 十六七十七八就是进入到职业比赛当中 过去那个年代打职业 就是中国打职业的这帮人都是得是二十多岁的人 因为十几岁的人 那个时候是没有成年人接受电竞这件事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子经济这么一说说白了 在那个时候本身能打比赛的人岁数就大 这个哎哟这条踢的 哎哟默默默默默这边赶紧走 默默这边没死吗给一个地减速还要往上贴 还要往上贴这边应该是不敢不敢上了 这边差一点有点可惜 这里默过来直接吃一巴圣坛把自己的状态补满 这里猴子也是过来吃一巴圣坛把自己的状态补满 这里猴子也是过来吃一巴圣坛把自己的状态补满 记得住的人应该是马天元 马天元我估计他应该算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打电竞的人了 DC DC这一波的推荐滚过来一脚石道 提员只留住了一个VS PA这个地方冲过来以后是留住对方的这个VS想杀 但是没有后续的技能再给个D吗 一个绕哈能流直接带走 直接带走 金闪闪 金闪闪兄 六级的一个马格纳斯 这黑龙过来以后金闪闪还在找机会 直接被点死 三兵这波是迷了 但是JBC的猴子过来的时间很完美 这样的话可以收掉对方的那个三号位 而且你这个小黑真的要找这个猴子的麻烦 你打不过他的呀 你打不过他的呀 女王这个地方赶过来以后 NUTZ的拉比克 举砸一下W33 没砸中 W33的这个Blink躲得很漂亮 女王一个F一个普攻 直接收到了一个NUTZ的拉比克 那么这样的话 这波打完了以后呢 猴子是直接选择往回撤 不再跟对方做过多的这个纠缠 因为女王过来以后 这个猴子暂时还是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经济方面 其实现在猴子跟对方女王是差不太多的 猴子这个英雄在对方这个阵容的体系里面 在只要对方那个女王的大招打不住 猴子几乎是一个近乎无敌的存在 这个尤其是他现在低价装备 他在出完这个伞尸以后 对方拿这个猴子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样比赛小黑如果脑子清晰一些的话 Resolution这里脑子清晰一些的话 应该是会选择去出A仗雷锤 A仗雷锤去清这个猴子的幻象非常的快 基本上雷上两件到三件吧 这个一片幻象就清干净了 然后就要看猴子的选择 猴子如果选择是这个伞尸以后 直接奔A仗去的话 那就是跟我那天给大家做的那个视频 就是我自己打的猴子的出张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夹腿散尸然后直接出A仗 A仗以后的猴子在团战的时候真的很吓人 尤其是对方这个阵容缺少 能够去清掉你幻象能力的情况下 你不需要去撑太多的血量 就不断的去创造出来更多的猴子的幻象 然后不断的去贴对方的身 然后不断的去消耗对方 你本体是不需要往上冲的 不断的去跟对方这样耗着打就行了 这第一下Ressolution直接往后撤 FaceLossG是直接往后撤了 这里看到了对方W33的一个女王 但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法 现在最关键的是让猴子去刷 猴子现在他需要尽快把自己的伞尸做出来 这场比赛现在的一个节奏就是看猴子的伞尸做出来的时候 自己还剩几个塔 他的伞尸拿到手以后 那么如果说自己的三个二塔都还在 那么这场比赛这个猴子再往后打就好打了 三个二塔是足够让他拖到自己出到下一个关键装的 就不管是跳刀还是A杖 来点土猫 土猫这里直接往回撤 蚂蚁过来再骚扰一下 NOTC这里身上因为没有中蝗虫 所以这个蚂蚁不可能去击杀掉这个拉比克 下落这里金闪闪 又被蝙蝠拉了 女王落地 金闪闪再被炸一下 金闪闪再被炸一下 金闪闪这里再找机会放大 对方女王直接不令个走 推走了对方的一个蝙蝠 但是自己还是被DW33带走 正面站在这里给上一个狂蜂 选择一张TP箱走 一条彩 漂亮 这样啊正面站场在这个位置 可以两个人而自己在下落的 但DC只是击杀掉对方的一个半人猫马 所以这波互换应该说还是 Fistless这边占便宜了 不过你别说现在的这个 美脸战队 他们的实力感觉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 这个从他们跟EG的比赛的一个情况来看 包括这场比赛就打DC 感觉这个队伍他们的拿人方面 还有在实战发挥方面的一个头脑 还是真的很清晰 就是打比赛有的时候最需要的 不一定说是我的实力一定要碾压 一定要说我的判断要正确 这个其实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判断如果不正确的话 其实你其他的这种事情做的 就很多地方就做的其实都无用功 这样比赛只要的判断能够保证自己的正确就可以了 看下这个滚上来以后找机会 举下来对方的一个VS 这个VS这场比赛是成为了对方的一个脱口 一个阵眼冲过来以后 一个D一个暴击也直接带走 正面站在这里W33被递住 蝙蝠带着人到人群当中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有效的输出 Miserie在旁边在偷人 注意看Miserie他在马打蚂蚁 在四处的偷人 一个引刀往后撤 JBC的猴子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 PA也是一直没有往上切 自己这波人没有顶住对方 就这波团战啊 这波团战之所以打输的原因就是 小黑体系的这个 就无远程的小黑体系它的一个作用 你看他每个人的输出都很高 就除了VS第一时间被对方激活以外 每个人都有输出 这就是小黑这个体系可怕的地方 你这边只有两个关键点有输出 剩下的酱油最主要都提供辅助 但我的人是人人有输出 每个人都有一百多小二百攻击力 你这个你就不好打了 你像VS有二级的光环 在给上你套上一个剪甲 我在所有的人都在身边的情况下 你是扛不住我的输出的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说就是打小黑体系 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控制的话 那么就是会变成一个双方的一个对攻 绝对是双方的一个对攻 如果你的输出足够高 在他打死你之前 你把他打死了就行 你想去拉扯空间 跟小黑体系拉扯空间是没用的 小黑体系的五个人永远是抱成一个团一起打 就是共进退 我冲五个人一块上 我退我也是五个人一块上 里巴比克偷到这个女王的Bling 还是比较有用 上面的Misery 这里是出了一个假腿 出了一个假腿 天鹰界这里也是做了很多的基础装 你看这个蚂蚁现在攻击力也达到了150点 他在VS在身边的情况下 他的攻击力应该可以达到差不多200点的攻击力将近 就是为什么刚才Misery在侧面去偷人的成功率那么高 就A了两三下 这个土猫就A死了 这个原因就在这 他在自己有200攻左右的时候 的一个联机上去的伤害是高过一个技能的伤害 这个地方有真眼啊 给上一个狂风 一个冰箭 两个冰箭 三个冰箭 四个冰箭 五箭 哎这个Blink 我用NOTC这个Blink亮了 但是还是要被这个小蝗虫咬死 他打不死这个小蝗虫了 你看蚂蚁都懒得往上追了 等着自己收一波经验就完了 五远程的体系 如果你真的让他把这个体系就是打完整了 而且你没有足够强的这种切入能力 而且你让他每一下的攻击都打到你的本体上 就你的英雄身上的话 你真的没有哪个英雄扛得住 伤害太高了 再加上蚂蚁和VS的一个双减点 你这个体系真的怼到脸上 甚至包括女王 他的平衡伤害 你看这个女王13级还没有开始去加这个天赋 他的天赋应该是会选择加20攻 而且这场比赛 你看女王的出装 夹腿以后直接憋子愿 夹腿子愿的女王 加上VS和小黑的双光环 他的攻击力可以直接奔着300去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英雄 你看加了20攻击力以后 现在这个攻 已经在没有VS的情况下 已经差不多算是200了 已经达到了200攻 VS在身边的情况下 他再把这个子愿做出来 VR在身边他就300攻 300攻的一个女王再给 对方再挨上两个减甲 没有哪个英雄扛得住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而且女王他拥有的不光是平A伤害 他还有技能的爆发 他还有一个blink的追杀 他还有一个减速技能 他还可以给你沉默 所以说小黑体系在这个版本7.0 刚刚更新的时候 小黑体系的时候 我就有给大家推荐过 就是小黑体系配中单的女王 然后女王选择这个物理流 物理流的女王 大家可以看一下她的天赋数 每一级的技能天赋 都对这个物理流的女王有帮助 10级的时候有20攻击力 15级的时候有一个 这个12%的CD 这个12%的CD 对于女王来说 几乎是一个必选的一个 然后三层天赋有一个100攻击距离 然后最后一层天赋的话呢 一般来说会选择这个技能吸血 其实就是女王在25级的时候 你开一个刃甲冲到人群当中 去平A对方 你这个伤害都是很可怕的 你对这个障碍都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在有小黑的情况下 你小黑这个女王如果就是纯走 咱们假设说她纯走物理流 她到了25级的时候差不多 在VS如果在身边 差不多这个女王都有400攻 400攻的女王开着刃甲 在人群当中 她不掉血 你打她她不掉血 她还开着刃甲 你是没法跟她当成面的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400攻打到你的身上 尤其是她把这个 当她把这个紫园变成一个血迹以后 你的PA跟她面对面去对A 你A不过的 因为你暴击她她回血 你暴她的回血 你没法跟她打 然后她给你上上一个大血迹 然后她给你上上一个血迹 如果你没分身 没有BKB 那你就是很快 就会被这个女王直接给点送 大家回头 如果有好机友跟你一起去 这个有好机友 一起去跟你这个 开黑的话 你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个中单的女王配小黑体系 真的很厉害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女王 会变成一个炮台 就她不再是一个法师 她会变成一个炮台 然后你再给她出让一个大推推 她的攻击射程就很远了 女王在正常情况下 她的射程是550 加温天赋以后呢 可以达到650 再加上装备的话 可以达到790 这里拉回来 看一下金闪闪 这里女王一个大大 大中对方三个人 金闪闪这个位置 W33 这个位置有点猛 好 Misery的蚂蚁也死了 那这样的话 这边要死 这边要灭了 这边要灭了 这边冲的太猛了 W33 W33在放完自己的技能以后 是被顶到的人群当中 好像 被顶到的人群当中 说白了就是 没能第一时间秒掉马格纳斯 因为她这个蝙蝠拉的是马格纳斯 但是拉完了以后 没能秒掉 你秒不了马格纳斯的话 对面的这个贴身 你一旦第一波输出 没有打出效果 面对对方的这个猴子 加上TA的这种强行切脸 这个就挡不住了 猴子居然是准备直接去做BKB 这个橱装选择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想法的这个橱装我觉得 看一下VS 这里被VS换了一下Misery 一个大招也回去 漂亮 这两个人这个组合还是漂亮 但是还是被对方很快的拿到了这个盾 一个暗灭的PA 暗灭向位支配 然后下这准备做BKB BKB的PA 加上BKB的猴子的一个双充脸 然后金闪闪同志 给这哥俩一个人11 给一个授予力量 加上自己身上有一个跳刀 这个正面团 现在DC已经不太好接了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去打这个正面推进了 正面推进 你说我五个人正面打推进 对方只要开悟 在你看不到他们的地方 直接冲出来一个半人猛马 把你这个阵型一打散 然后PA直接瞄着小K往上一冲 队友提前过去 半人猛马身上带一个粉 半人猛马打架的时候 把这个寒铁钢爪放包里 然后身上背一个粉 跳刀过去一个大 撒一把粉 只要把这个小K撒住 紧接着的一件事情 就是PA强行去切你的脸 猴子扔一堆幻象在人群里边 你就没法打输出了 而且对方这帮人是选择直接去做BKB 直接去做BKB的作用 他虽然说对于对方的攻击力没有什么抵抗力 但是他的BKB可以确保 我不会被你的魔法爆发秒掉 你的魔法爆发唯一一个有效魔法爆发 就是女王的那个大 但说实话话说话 其实这场比赛猴子去裸BKB 我个人是不敢沟通 因为这场比赛对方有一个无视魔免的控 蚂蚁的这个蝙蝠无视魔免的控 女王无视魔免的大招 VS无视魔免的减甲 这些技能都无视魔免 都是无视魔免的 所以这个 就是你是不是要去低价装备 尤其是对于猴子这个英雄来说 你低价出这个BKB 充脸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现在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DC的这套阵容体系拿出来以后 他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能救人 这个很尴尬 就是菲斯勒斯这边 这波直接去上你的高地 这个很可能挡不住 这波是可以直接上高的 菲斯勒斯 就是我现在的双BKB 10秒钟的双BKB 加上有盾 这里想要推 没有推回来 你现在拿我这些人 没有太好的办法 女王并没有做出自己的A仗 这个拉 把对方的这个PA拉回来 但是PA这身上有盾 PA第一波 看一下怎么说 往回blink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死的位置 这波blink肯定是要死 但是他这样的话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死的位置 复活以后开BKB 也抢秒 对方 来半人蒙马 我去 这波要爆炸了 但是但是但是猴子在哪 我的猴哥呀 我的猴哥呀 这波猴子跟着一起冲进去 这个DC就崩了呀 这为什么猴子没上啊 PA都已经开着BKB呀 这PA开着BKB冲上去的 你不跟上去是什么意思呀 不是 我去 这个 这个猴子 这一波团战 他其实往上 就是猴子刚才这个位置在这的时候 然后 然后这个PA是死在这个位置 PA死在这个位置 以后 你猴子直接过来给这儿递几个幻象 然后往上踢一个幻象 开着BKB 跟这个PA 两个人一起冲到对面的这个脸上 对面是逼死的 刚才班人蒙把一个人大中三个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是大中了三个人 如果你当时猴子跟在的话 你可以配合PA 把这三个人最少杀两个刀 然后这猴子 然后这猴子 猴子也是蒙的呀 怎么会出现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真的有点 这个有想法有的有点过分了呀 这有想法不是这么个有法啊 这太要命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女王表示自己又卡了 自己又卡了 这波打完的结果 就是我们终出了一个叛徒呀 不过这波其实 虽然说是没有成功 但是呢 死的人的数量 应该说还可以接受 死的人的数量 并不是很离谱 PA是死了 NUTZ是死了 等于这样 他是死了一个大哥 还是勉强可以接受 这个结果 就是在这种 这种 就是在猴子做出这种 选择的情况下 只死了这么点人 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小黑这里做出了大引刀 大推推 选择下一条装备 果然是要去做A仗 这张比赛小黑 是很需要A仗的一个道具 但是问题是现在 DC蚂蚁的A仗做出来了 蚂蚁的A仗一旦做出来 这张比赛 这张比赛如果要输了的话 如果要输了的话 就是24分钟 这波团战的过 这个肯定是24分钟 这波团战的过 这真的没办法 太坑了 这样的话 下一波团战的话 BKB的时间 一个10秒 一个9秒 但是DC这帮人 现在这个攻击力 真的是有点可怕了 女王下掉装备 可以考虑去做一个 女王的下掉装备 还真不好说 女王下掉装备 可以考虑去做羊刀 也可以考虑去出这个 其实这两比赛 女王是可以考虑出风障的 或者做一个林肯也可以 女王出一个林肯也是一个办法 这两比赛 认假不是一个好选择 25级认假还行 在25级之前 认假这个道具都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猴子的这个输出 大多数来源于他的幻象 你认假没什么卵用 看一下猴子现在这是装备 下一件装备猴子准备去做分身符 还是没有选择去出A帐 这个装备 这个道具 猴子的A帐 大家回头可以试一下 真的 可以试一下 我个人感觉真的是挺好用的 coerc 어차 遲不回了 我们这里慢慢等不要着急 这也迟迟不回了 迟迟不回了 我们这里慢慢等 不要着急 猴子出分身斧的话 应该主要考虑的还是去解决一下对方的这个 一些被动吧 应该是考虑解决一下对方的一些特效 解决一下对方的一些特效 那感觉好像效果一般 反正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他的这个 bkb以后分身的这个套路 他的这个bkb猴子这个英雄出bkb的价值是有的 就是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因为并列这个技能是本体出 而且就触发这个幻象会很高 你基本上砍两刀必出一个 几乎是两刀不一个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没有bkb 但如果说你在写不是很长的情况下 你就算出了bkb 尤其是dc这个阵容伤害这么高的情况下 其实价值并不是特别高 反而会暴露你自己本体的位置 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等 应该是不太可能 meda player 30fps 这边表示说 只有30的fps 这个 这个是电脑的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是被攻击了 但是按道理说线下赛的这个环境应该不至于 好 我决定去上一张厕所 希望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比赛没有继续啊 我去上一张厕所 大家稍等 是的 这完全无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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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接着看比赛 比赛进行到现在 双方的经济差和经验差 基本上是相等 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差异 看一下木顶这波对方这个往下路移动这波并没有能够对木顶形成一个威胁 双方在这波暂停以后就是每基本上我们经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出现暂停的这种情况经常就会出现就是双方的这个节奏会出现一些变化 看下木顶这里炸一下一个跳刀走大招定了大招定定住木顶这波死了这波肯定是死了 猴子直接把对方的下塔给推掉那这样的话是交掉了一个蝙蝠然后推掉一个下塔严格一场来说比较赚但是这个打完了以后其实对于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并没有很大 局势的影响并没有很大这里小黑的A帐已经快做出来了还差700多块钱 这个700多块钱就能做出来的A帐 700多块钱就马上能够做出来的A帐还是 对于主要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猴子他的这个BKB以后补分身这个选择我总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现在如果只是考虑到就是说去创造幻象的这个速度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A帐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因为A帐可以一家创造出来五个幻象 分身只能创造出来俩A帐是可以一家创造出来五个 而且同时让你的这个飞镖的一个伤害能够打得更足一些 我不太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 他这个在BKB以后再 而且BKB配他的这个A帐的效果 其实比他的BKB配分身的效果也更好一些 就是他可以冲到人群里面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应该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下落这个地方 哎呦下落这个地方 慕恩又再次被击杀 再次被击杀 女王从侧面过来以后想搞事情 但是对方那个状态保持的比较不错 VSJ被捶 VSJ捶一下对方的PA 但是感觉还是要死 有没有暴击 果然是一刀暴击直接带走 这里马格纳斯冲出来以后身上是有大的 这里 N用TZ是偷到了一个蝙蝠的一个飞 偷到了一个蝙蝠的飞 下落二塔也直接高破 现在等于变成了一个 DC在不断的被对方在追着打 自己的蚂蚁的A杖拿到手以后 其实蚂蚁的A杖在配合自己小黑加女王的这种 包括VS这种远程核心体系的时候 应该是主动性更强一些的一个阵容 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是没有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些拉住 那又TC这个地方被拉住 看一下蚂蚁从后排 从后排 的这些拉住 那又TC这个地方被拉住 要看一下蚂蚁从后排 过来以后开始给出戳 两个连接三下直接秒 Mizera这里被给上了一个 哎呦这一下 这一下还是死了 Mizera这里被还是被怼死了 而且这一波冲脸 DC阵容这个容错率真的是低得很可怕啊 这样啊 Black的PA这一波过来是完成了一波三杀 DC这场比赛这个五远程的体系 被对方的这个PA加猴子的一个双冲脸给冲来了 PA加猴子 关键是这场比赛 PA加猴子还刀罢了 还有个半人蒙马 马格纳斯这个应用 而且这场比赛他出的是一个跳刀 加上引刀 然后还有支配头盔 然后很早的生满了这个兽予力量 让自己的两个大哥 在不需要去出狂战斧这个道具的情况下 拥有狂战斧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在PA超高攻击力 加上减甲的这个面前 还有两个BKB很早就掏出来的情况下 这部正面团是 被对方的两个大哥分开冲到你的脸上 其实每次团战DC都是想办法再让穆恩拿这个蝙蝠在打先手 但是他这个先手每次拿回来一个人以后并不能够形成击杀 这个就比较久了 这再次过来想要打盾速度还是比较快 其实这场比赛如果说这场比赛的失利啊 如果这场比赛的失利要找一个 举起来以后直接被秒 这个蝙蝠又是再次没有任何贡献的直接被对方击杀 如果这场比赛说DC这场比赛输在什么地方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输在 主要是输在他们这些人的这个 就是最后的这种蝙蝠啊 最后的这种这种蝙蝠我觉得拿的多少还是有些问题 蝙蝠他是一个远程英雄 但是他不具备去享受小黑这个攻而提升的一个效果 三号位的位置上一定要去选择一个好的英雄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是拿一个 最好是拿一个团控 拿一个团控 如果你一定要去走这个远程英雄的话 其实三号位只可以走一个风行的 风行是一个好的选择 风行这个英雄他在前排 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都是以物理输出为主 就是你别看这个菲斯勒斯这个阵容 他都是近战 他都是以物理输出为主 这里B3 换一下这个大招 而且就是DC的这个蚂蚁啊 他们在拿蚂蚁这个英雄作为一个辅助位的时候 这里PA切过来 W3在这里风涨吹起对方来以后 自己赶紧往后撤 但是好像也是很难走得掉 也让一个贴一个进化刀 这里再一个不令个直接走 选择了一张TP 那这样应该追不上了 就是你在打对方的这条这种体系的时候 风行可以在中前期提供一个非常让对方忌惮的控制 就是对方的这个猴子 或者是尤其是在这个幻象很多的情况下 你PA又肯定是会切到我的身上 然后你身后有可能会跟着一大群的幻象 或者其他的英雄 在这种情况下 我风行的这个捆是很好放的 就是我风行的捆一旦把你捆住以后 再加上风行在中前切 他不怕你PA 你PA过来切我风行我不怕 我自己漏在前边我死不了 他的生存能力其实并不比蝙蝠差很多 并不是因为WINS五远程的时候三号位经常都是风行 WINS五远程的时候三号位最多的时候是打帕克 是给这个菲斯边打帕克 这场比赛因为风行他对于限制对方猴子和这个 限制猴子和PA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效果 RESOLUTION这里做出了自己雷杖加雷锤 而且这场比赛这个小黑出引刀这件事 我觉得有点欠考虑 说实话他这个引刀出的确实有点欠妥 他如果说是考虑到去处理对方的这个PA的一个贴身的话 他有一个巨峰场景就够了 这个引刀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负累 一定要说他这个引刀的价值的话 应该就是就是大引刀的 一定要说他这个价值的话 应该就是可以去处理掉对方的一个 这个PA的一个闪避 PA的一个闪避效果可以处理掉 但是除此之外 你问题是团战的时候 你引刀大部分是用来投生 你很少就用这个大引刀 去把对方这个闪避的效果给打掉 就是破对方的被动 他这个是大引刀的一个价值 但这场比赛他这个机会不多 现在小黑的这个天赋 基本上也加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看VS 这场比赛如果再继续往后拖的话 如果DC再往后再拖的话 这个比赛DC迎面就又变大了 因为DC这个比赛再往后拖的话 随着小黑把这个光环 这个天赋点出来 下一集他再把这个25的射手天赋敏捷再加出来 VS把他的这个20%复仇光环的攻击力给加出来 以及包括他20级的这个 加50点攻击也都点出来的话 他这个攻击力就高得非常吓人了 他都有可能全员400加的攻击力 全员400加 甚至有很多人可能会达到500的攻击力 这个就没法打了 摸在这里一个推推 但是被地方打晕了 我又是一个大招打中三个人 这里开出一个滤杖了 你看那个蚂蚁还有就是DC的这个蚂蚁 DC他们这个蚂蚁 Miserie的这个蚂蚁我老感觉他不是一个好像我就从这几场比赛来看啊 就从这几场比赛来看 我觉得DC其实不是很会用Miserie的一个四号为蚂蚁 就他的蚂蚁吹仗的速度不算慢 但是他好像不会用 就是他每次的这个团战的站位 他总是被对方给激活的 就是你作为用一个蚂蚁 你被对方先手激活 这绝对是你自己对这个英雄的理解和团战的站位的有问题 这个不是对方打的好 这个就是自己的站位有问题 如果小黑不会被先手 如果女王不会被先手 但是你的蚂蚁会被先手 这个绝对是你自己站位的问题 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蚂蚁的站位 是比小黑和女王都要靠后的 然后每次这个蚂蚁第一时间被对方给怼到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 就是说在实战发挥上面 出问题出的比较大的是这个蚂蚁 选人方面问题比较大的是这个蝙蝠 蝙蝠这场比赛 默问的蝙蝠这场比赛的发挥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问题 他每次都能够拉到对方的这个班人们卡 他打不死时的队友的一个人来的位置 或者是队友接的技能没有选择好 但不是说他拉的不好 但实战过程当中这个Miserous 死这么多回就有点过分了 而且是在拿到A杖以后 他这个A杖拿到手到现在为止 一次队友都没救过 全都给自己了 然后还经常就连自己都给都给不到就死了 最关键的是你作为一个蚂蚁 经常能够被对方的一个半人蒙马 一个大招给定在原地 然后一起被这种未知的AOE直接A死 你这种情况就是完全属于 不能实战发挥的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瑕疵可以说是 看下这拨正面团 这拨正面团 小黑这个输出很足 女王过了一个大招 但是RESOLUTION这里还是瞬间被切近身 而且这里被对方偷到了一个狂风 吹出来了一个沉默 W33一个风胀 我自己吹出来以后赶紧走 要不然的话也是逃不掉 那这样下路高低高破 最关键的是自己所有的队友 主力都死光了 蝙蝠想能买活出来荣耀一波 那么这场比赛 随着蝙蝠的这个买活 也就成为了DC 在本届比赛当中的一个绝唱 没有想到是被FaceLoss直接给打掉 这场比赛从阵容拿出来以后 我觉得就是一个猴子 这种猴子拿得很灵性 这种灵性的男人在中国队里面 是不可能看到的 这个是不可能看到的 就这种男人是不可能看到的 DC这个地方还是不愿意去承认 这个已经失败的这个现实 那里女王出来再次被对方直接击杀 猴子已经拿到了自己的龙心 分身虎龙心BK比 下一件装备是直接去升级这个三尸 而且不得不说的就是 咱们的金闪闪同学 咱们的金闪闪同学 这个在这一届的比赛里面 咱们的金闪闪同学 这个实力发挥的真的是强 三兵也算是咱们国内 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国内战队当中 状态保持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手 他的这个状态 一直没有去 基本上可以说一直没怎么调过队 DC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从刚才 被这个secret打掉的这个阴影当中 反应过来 但是从这场比赛的一个实战发挥来说的话 确实问题比较大 看见Mizu在这里直接被打晕 第一下直接被打晕了 一脚石头踢中两个 大招定住 直接秒 Mizu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来得及 用大招去救自己的队友 救了一个 救了一个 但是已经 这个已经无伤大雅了 给对方一个打晕锤锤锤 Mizu在这里被拉过一个沉默 没有来得及开出任何的技能 这里猴子开BKB 靠自己的分身 已经直接去虐拳了 VZL之前比赛也是完全不给 对方机会 猴子因为虐拳掉线了 猴子因为虐拳掉线了 这里 萨克斯也是打出了GG 萨克斯打出GG 那么这样了 这场比赛也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应该说这场比赛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意外吧 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 整体来感觉我就觉得这场比赛 一个是金闪展同学 他确实这两天打的一个比赛 确实状态是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很好 另外一个点就是这场比赛DC的阵容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前两场比赛 就被这个 secret 被secret打下来以后 可能心态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场比赛输的也是 有点无奈 有点无奈 阵容拿的太极端了 没有什么容错率 蚂蚁这个点本来是提供容错率的一个点 结果Mizere这场比赛 死的根本停不下来 每次团战都是他先死的 你这个就蚂蚁的意义都没有了 他们观众这边表示说有奶死了 我没有奶他们呀 这个比赛选人出来以后 我就说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个faceless的阵容嘛 对不对 并没有乱说 好吧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这个直播的话 欢迎大家来这个关注一发我的这个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不管直播频道 还是咱们的这个 视频频道也欢迎大家去 加点Q权和微博 这场比赛可能在后半程 我这个说的有的时候有点脑子有点跟不上 所以说的可能有点端端续续的 因为熬的时间有点长了 我待会稍微去休息一下 然后大家喜欢的视频呢 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 好这场比赛就给大家放到这里边 然后这个现在小浣熊下边啊 小浣熊下边就有现在这个鼻子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二维码是咱们的这个微信的微信群啊 微信群也有好多观众表示说 现在用Q用的比较少 大部分时候可能用微信更多一点 所以我创建了一个微信群 也是欢迎大家加入 只不过就是我一直没创建微信群的主要原因呢 可能就是因为微信群确实有点吵 我不知道这个理由会不会被很多人吐槽啊 但是确实你的手机如果不开这个就是不提醒的话 它会不停的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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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停的响啊 这个确实有点遭不住 好了 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我们稍住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 是由Secret对战EG的比赛啊 又是一个老冤家啊 老冤家 虽然说物是人非啊 这个但是呢 这个老冤家的比赛应该说还是有些看点 好了我们一会见